哈嘍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是中共国庆 世界各地有非常多的游行抗议集会 像是我现在人在的洛杉矶这个城市 还有看到像旧金山啊纽约欧洲一些地方 甚至前几天的日本 也有一批日本人游行呼吁终日端交 而就在昨天啊台北新门町的街头 有一群港人举办了反中共的集会游行 那就有一对粉红情侣也有可能是朋友啦 总之其中的男生就上前痛骂港独 痛骂台独 试图破坏港人带来的物品旗帜 大喊台湾香港都是中国的 当然我相信还有那些为了反民进党的台湾人 会去帮这名小粉红 帮这个清门他户的粉红给洗地 说啊这名粉红说的台湾是中国 这个中国是中华民国啊 没事你就继续这样窒息欺人 保持这样的观点 在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 这名粉红亲口说了 他不允许有这样的活动 还有台独港独 我们等大家来看下这段影片吧 今天是中国国庆节 我不允许有中期的差 今天只要话声 喂不要动手啊 不要动手啊 不要动手啊 报警啊 不要动手啊 现在这里动手啊 说什么说 你要动人家报警 你先动人家东西 不要动我 我都没有再上啊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整体的权 不用脚拿一线的自由 用切这是 台湾 这是真正贵的地方 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 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 台湾香港都是中国的一部门 台湾是台湾人的 香港是香港人的 这他们两个 你们不知道你们觉得自由是一个宝贵的说话 你们回去你们的中国不要来这些民主自由的国家 来破坏我们的民主自由 他们就一直在说台湾也是中国的 香港也是中国的 那甚至会有台湾的一些民众呢 他们就是说你们香港为什么在这里 我们今天就所以在这里就是想要为所有受到中国祸害的人发生 OK看完这个影片你还觉得他说的这个中国是中华民国吗 还要继续这样自圆其说还要这样自欺欺人吗 还要为了反而反然后去支持小粉红的言论吗 他说了这个中国就是五星期的中共国 我就觉得蛮可惜的为什么我都遇不到啊 我这几天在洛杉矶的街头啊 都穿这个都没有遇到粉红 唐人街两个唐人街我都逛了 这个西洛杉矶那边有一带 还有这个尔湾那边也有一带 都没有粉红跟我跟我杠啊 我真的是很痛苦耶 要是我遇到我就让他先破坏对吧 你要破坏这个旗帜 你破坏 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第354条 你会被判刑拘役或罚金 总之不管如何你一旦被判了 基本就无法再入境台湾了 那这也很可笑 台湾是你们口中的一个省 那一个省你在这里犯法了 你怎么可能没有理由再来这个省 这个省没有道理可以给你 一个什么禁止录审书是吧 比如说你在河南犯了一些错事 你不可能河南政府说 你一辈子然后你三年五年不能再来河南 你小粉红跟我说哪一个 哪一个中共国的法律 所以我们是同一个国家吗 在这个小粉红破坏完这个旗帜之后呢 你在当他的面烧毁自己购买来的中共国国旗或是党旗 那他肯定会更崩溃 会做出更多过激的行为 然后继续让他加重判刑 注意啊这是我买的我当然有权利烧啊 而且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我也可以烧 如果他是一个奖礼的粉红 邀请他去总统府前面凯刀那边看看 你说这个是行政机关没有错吧 这个行政机关上面的中华民国国旗是青年白日满地红啊 怎不是这个五星红旗不是这个你祖国你护照上的那一本国旗啊 那怎么办呢 请你拿出刚刚在西门町的气魄 把总统府上面或是你口中所谓的伸张府 或是这个省会府随便 把那个旗子给拆了换上五星红旗照耀台湾大帝 他这时候肯定骑虎难下 因为他知道他冲进去他就坐牢 他如果不冲你也可以把他的在西门町很霸气的影片 跟他后面变俗烂的影片剪在一起 让他在推特上流传在YouTube上流传 一笑大方 或者是你可以带他去这个 你说这个台北作为台湾省省会啊 应该是有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升旗典礼吧 四川也有上海也有北京也有河南的省会也有 没道理台湾省没有吧 用事实打脸他是吧 让更多小粉红破坊 你要是不爽台独港独 我非常欢迎你啊 购买台独港独的旗帜 自己烧自己拍个片 因为你放在中国的平台上烧台湾的这个旗帜 你其实就已经台独了 不然为什么有些这个你们大作啊 现在我不是说历史的哈 是现在你们一些影片要打满 还有之前郭台铭戴的那个中华民国帽子 出现在你们微博转发还要打满 为什么 为什么央视要给他打满 不要跟我拿你个人那种 五个人追踪十个人追踪 说你看我放上去没事啊 我说的是大媒体 所以小粉红永远搞不懂 什么叫做私人财产 永远听不懂人话 所以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话 与他们对话 不要跟小粉红讲道理 因为他们懂得到人只有铁拳 他们的世界观没有平等 永远的三六九等 也就是在昨天的美国时间 10月1号印象中应该在纽约啦 在街头有举办这个 欢庆中共75周年的活动 一群中国大妈 披挂上阵 上街游行欢庆 美国警察骑的重机 以及警车前后开路 结果啊 这群大妈跟网路上看到的粉红说啥呢 你看这些美国人怂了吧 美国还派警察保护我们 他们肯定是觉得 咱们更高纳上 所以他们怂了 他们要保护我们是官员啦 你看这就是在他们心中没有平等 即便在自由美丽间生活了二三十年 依然没有平等 他们没有那种 哦原来警察是出来保护我们啊 是保护周边的人 因为不确定我们会做出什么行为 他人会做出什么行为 而且不确定 这个路过的人知不知道我们这般游行 这个车子来往都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推起会发生一些事故 所以警察出来维持持续 他们不懂得这个 好了既然是这样也不用这么委屈啦 中国强大放弃你的美国绿卡 护照撕了烧了 永久不再恶度申请恢复 拿中国护照 牛逼啊 而且你说这些粉红是爱国吗 真爱国倒回去了 真爱国儿女财产在这边为什么呢 真爱国的话 我们来带大家来看一下 四川省会十一升旗典礼后的情况 一个儿个来开了 升国旗过后 真的金都是垃圾 看完这个影片 你们扪心自问这些粉红们 你们真的爱这片土地吗 你们爱的是高大上的特权 你们爱的是那面 红旗369等的党天象 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 可以成为那面血旗的 这个官员体制内的造家人之一 而在10月1号的同天 杭州一名男子穿着木鸡 结果被一群小粉红给通骂 竟然在祖国先日穿着日本人的鞋子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我穿着木鸡鞋是什么啦 对啊 我穿着木鸡鞋有个办法对不对 我穿着木鞋只要不影响其他鞋人的话 都是可以的呀 当然啦 这也不是第一次发生的 这一年多发生 起码将近百起类似的事件吧 也是在同天晚上 有两名女子 穿着日本和服在河边拍片 结果被一群小粉围攻通骂 新东京我们自己的 大家还记得今年有一些粉红穿着汉服 还有穿着满洲的服装 在西门町在故宫街头拍 没有台湾人去喷它 是吧 但在中国中国人穿着日本的服装被喷 这已经也不是第一次了 这也不是第十次了 这也不是第一百次了 注意啊 我相信一定有那些 没有国际观的林芝草会偷换概念 把小粉红的行为跟台派画上等号 请注意啊 小粉红是干预他人 希望他人的自我认同 这个认知是被消灭的 而台派或是那些港人啊 是坚持自己的理念 没有想要跟中国一起玩 我想要独立 是组物 我们没有想跟你玩 但你想要我变成你的一部分 这才是问题啊 我想要自己出去当家做主 但别的邻居敲门 就想要把我变成他们家 然后呢 我以为他是好人 我邀请他来我家 他来我家的此时此刻 坐在旁边说什么呢 这个家是我的 那你说这是什么言论自由呢 而更重要的是 在河边穿着河服的中国女子啊 她们两个没有喊出 希望日本统治中国大陆 也没有说出大陆是日本大东亚帝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小粉红在西门町喊出的口号 与做出的行为 是有的啊 他这个就是利用言论自由 去让你认同 或是用选票选出 亲中政党甚至是随进 然后自以为可以和平 结果被掏空 最后达到中共为主的两岸文统 以后就没有反对中共的言论自由啦 所以千万不要再说什么 现在的台湾政府也没有给你言论自由 我拜托你啊 我拜托你啊 如果现在台湾没有言论自由 请你实践一下 比如说像这些港人 还有一些中国反贼啊 拜托啊 我这一两年在欧美 在日本看过多少 接触这样多少的团体啊 甚至还有很多小孩的啊 他们没有办法在自己的国家 有言论自由 还被喝过几次茶 你们还可以在自己的国家上痛骂政府 然后还继续造谣是赌场 你们如果真的接触过这些人 多次多年面对面聊过天 我真的相信你不会说出什么台湾政府 也是独裁这种鬼话连篇的屁话啊 如果台湾政府真的是独裁的话 欢迎你学中国反贼 欢迎你学港人一样 去美国搞一个听证会 美国国会邀请你去听证会 作证台湾政府迫害了你 去联合国发表人权宣言 说台湾政府迫害了你 很多中国反贼跟这个港人啊 有被联合国邀请去演讲 也有被美国听证会邀请去演讲 还有欧洲一些议会 你们觉得被台湾政府迫害了 请你们去研讨会 你也没去做听证 请你去申请 你申请成功了 你在那边诉说台湾政府如何迫害你们 那我就认同我们台湾是独裁 你在台湾因为没有言论自由 讲了这些会被逮捕 所以你必须流亡海外 我就认同你 我给你100个认同 我还帮你助你搭到台湾政府 如果没有的话 不要跟我讲这些屁话 不好意思我为什么说的这么激动 因为我这一两年 我接触到这些迫害的人 这个团体太多了 我见到好多小孩子 还有这个手无缚继之力的一些妇女 西家带娟这样子 老公在入狱 这样带着妻儿 就这样过来了 未尽他人苦啊 你真的不要讲这些屁话 也不要说什么 为什么之前马英九时代没统 要不是有我们这些在野的反抗 你还真有脸说啊 话说回来 这两名穿着和服的中国女子 被公安给带走了 我们马上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我刚刚给他们骂一嘴 那个是摄影师吗 对那是摄影师 当然啦看完这些暖心的故事 影片的最后当然还是可以聊一下 中南海听闯事的部分哈 这次中共的晚宴 大批的元老干部 老人物出场 那这个规模啊 是比去年前年大前年来得多得多 以前可能都是穿插 新旧干部这样做一块 但现在是老干部 大部分做一做 而且做习近平旁边 唯独胡锦涛缺席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政治信号 再加上习近平啊 他也放话要发放 中共有史以来最大的民生福利 以及央行下场套A股 再加上前中共总理温家宝的高度亮相 坐在习近平旁边 那他代表改革开放的之一是吧 那习近平代表倒行逆施 这两个人坐在一起 这很有可能代表习近平 是不是意识到 哎呀好啦我承认前三五年的经济 我搞得一塌糊涂 我转弯了 我部分的妥协了 我看到有些人说 是不是鸿门宴 我认为以目前得到的资讯 记住我说目前得到的资讯 几率认为是低的 当然啦如果要搞鸿门宴的话 这个鸿门宴肯定不是这个 真的去砰砰砰S掉元老 你要搞斗争的话 斗争死的是下面的小将 肯定不是温家宝或是胡锦涛 这个李克强其实排不上元老 所以他被斗掉理所应当 而且最近我们也看到 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妈跟股民 在下场套A股 那看到这一波我就知道 不出明年过年前 这波会狠狠的割掉 你想可以入局的人都入局了 平时不关心中国A股 或者是平时没有在玩这些东西 金融的东西的人都已经入局了 该入局的都入局了 那是不是可以割一波了 没有人赔还怎么赚钱 了解一下中共的金融 或是中国的股市 就是在养套杀 就是在坑杀自己 做空自己最会了 你看哦 外商外资没有扩大投资 对吧 那有新产业崛起或进铸马 也没有 这些通通都没有 你到底A股是怎么充起来的 央行下去玩规避的手法套进去的 没事 小粉哦 你们应该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 可以玩一下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 不想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爸爸小姐 拜拜 优优独播剧She